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取消了点球 第97分钟 李青龙制造柳在文手球送点 马丁 亚当主罚点球命中 卫山现代搬平1比1 在马丁 亚当搬平比分后 现场有不少女球迷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由于刚才看录像回放花了一些时间 所以主裁判在补识7分钟再多给了一点时间 结果 马丁 亚当在第100分钟的时候接应队友开出的右侧脚球 完成投球绝杀 帮助卫山现代2比1逆转全北现代 在最近5个赛季 全北现代包揽了全部的联赛冠军 而卫山现代在过去3个赛季都只能拿到亚军 现在 卫山现代在只剩3轮的情况下 领先全北现代8分 基本上锁定了本赛季的联赛冠军 他们上一次在K1联赛夺冠还是在2005年 至今已经17年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